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炭腩韭菜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5點39分 對,想說 反正看一看好像只有7檔,他應該是蠻快就可以講完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看好了,我們就是看漢磊到這個麥達特 對,那其實 這幾檔像是漢磊跟滑星的部分 因為是同一個人問的 所以會算是在看到的當下是需要稍微的提一下一個東西啦 我們說 好來看一下吧 像是漢磊的部分喔 他的結構我是 畫了畫畫了又畫的一個窘境 怎麼說,因為其實之前這個地方有畫過 之前在很遙遠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地方有畫過 我們稍微用一些時間然後稍微講解一下 有畫過這裡 那之前認為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假突破嘛 假跌破啦 就是一個破底翻翻回來 那確實也是有上去 然後上去之後這個地方好像有畫過一次 就是這個W底結構 那這邊撐啊又往下跌 對那 這個地方 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 對不對 又是一個破底翻 然後上去 又下來 OK 那就算啦 我們先講說 就算你是真的是能夠 在 買進之後 然後在高點去 高位去賣出 然後買進之後在高位賣出 真的是這麼厲害的話 應該才有機會啦 甘辭說錯 不應該說就算 應該說你要非常的厲害 而且是 你的思維師打短線 那 我們如果說要回歸到我們第一部影片講的 樂觀與不樂觀 這個是 這個 你個人的一個想法 會很極大去影響你的操作的一個節奏 但是我比較樂觀嘛 所以我才能夠 抱一個比較偏長線 那可能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可能覺得好像還OK 但如果說你是很悲觀的人 那或者說你操作邏輯是偏短線 是不是剛剛講啊 你只能 這裡 這裡買 這裡真的是安然全部賣掉 這邊買 這邊賣掉 真的是有辦法做到這樣子的人 那其實基本上 你的方式只能就都是打短線 那可能也不適合我的一個方法啦 所以可能是比較偏當衝那一類的 OK那再來看一下吧 如果說啦 我們先講 假設 我們前面講很多次 這邊可能 maybe會成功 但是其實也是一個反彈 而且這裡他也有線 所以說他的線是 蠻複雜的 而且我們是 比較偏用事後論的方法來看待他 如果說我們是當下的話 我們會線進去 我們不知道不知道 現在應該到底怎麼畫 才是正確的 就好像我們現在把這些線刪掉 然後呢 我說 就看這個點就好啦 他的高點這個地方 底部這裡到這裡 這樣子是一個 就是一個W底 OK那他的支撐我們先認定 就是在67這件事情 好 那 會不會 我們先打一個 會不會他 那漲到這裡來 71 就擋住了 那67到71 你才4塊錢 那你 4塊錢的話 你說要4塊錢多 但是如果說你是用 60幾塊 好然後去算的話 其實%是 很窄的 %來說是 比較窄的 對那 當然你說 那這樣是不是 以後遇到這一種 這樣的結構 是不是都不要做一場 倒也不是 倒也不是 那但是因為呢 問 這個檔 然後我們直接切另外檔 滑星的是 同一個人 那我會覺得說如果說啦 整個部位裡面呢 我們還是必須得說 一定會對於某些的產業 某些的個股 會特別特別有興趣 我覺得這是蠻合理的一件事情 對所以說 那你問兩檔都是低檔的話 我還是 真的覺得兩檔假設真的都有機會的話 那還是進場一檔 會更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那剛剛這個東西就差不多講到這裡啦 然後有可能啊 我們剛剛講 欸畫這裡 是不是壓力 有可能是壓力 欸畫這裡 還是說這裡還是壓力 76 欸有可能 所以說 欸這個呢 你要去思考的一個點 我要給一個想法就是說 這筆單 你就在進場的時候 你就要覺得有可能會被打停損 但是相對的 真的上去的話 你會有可能買在最低點 而且 也並不是說讓你隨便一個地方嘛 我們就是已經化好支撐了嘛 啊支撐就在這個地方 對 你化好支撐給你了 所以說 欸對 我的想法大致上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 在進場這種反彈的 超級低反彈的 的每一次 你都要覺得 他這一次呢 應該是會停損 你就抱持了停損的心 然後去做他 那如果真的沒有停損 那你賺到 那換句話來說 那為什麼 我就不要直接挑一些比較 偏強勢的個股 是不是 對好 那 對我們剛剛這裡有看到一個點 就是說如果說我把這個 他的壓力又抬到這裡來的話 那 其實啊 今天跟昨天都還是壓在這個 前方的壓力 底下 對所以 我覺得 我的話再做 再多觀察 不然我就pass掉 OK那 來看一下這個滑星 那滑星的部分的話 呃之前啊 然後我們只有劃出這條下降學習線 那其實走的他都還沒拍到亮的齁 基本上走到最後一刻的 2月29他都還壓制住 那我自己 的部分之前是有建倉他的期貨 所以我那時候後來補了一條線 那這條線是從這裡 一個點 然後 兩個點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卡在這個地方 那這條線到底正不正確這件事情 我也 不曉得 然後之前呢 我們說 在 36.7這邊質問的話 再考慮嘛 但是他今天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那個 那個 期貨找盤的時候 開得很好 然後是上去了 上去了 摸在這個地方 然後又被打一根下 所以基本上我會覺得說目前這個結構的 這一層支撐 就是36.75 這地方也不能看 也不能看 當然如果說我們合理的建倉 假設真的建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合理的停順點其實是在 這一根底下 或是這一根 對是突破K的第一點嘛 那其實對他來說 %數不大 36.7 然後這邊36 不過才2%多 一點點 算你3%好了 然後用我們的一個進場 我們的停順邏輯是3-5% 所以說可能還在容血範圍之內 但是 因為他已經破線了 所以 我不會覺得說破線的時候去做進場是合理的 然後 對目前呢 兩檔都是一樣弱勢啦 只能這樣說 只能這樣說 好我們繼續看吧 OK 來看一下 化漢啦 那化漢的部分呢 其實我自己個人是 是魔尼兩可啦 就覺得說他可能可以 也可能不行 那我們如果說從這地方化過去的話 大概是 339嘛 或是338 那如果說你抓338的話 稍微好像合理一點點 合理一點點 因為這個低點呢 兩個地方 這個最低是338 這最低是338 所以說今天到底是不是守住這件事情 我打一個問號 對我自己也看不透 看不明白 對看不明白 那如果說你覺得4的話 那你就考慮 那你如果說覺得不是的話 那可能這一層再看 因為這一層本來就是 比較偏 大的這個支撐 不過 如果說他這一層跌破的話 我會把他當作一個 頭部的一個跌破啦 對那會不會 這個是什麼破底翻拉到300 然後才往上尻 這個我就不曉得 因為沒有一定要做敵夫滿足 這件事情 尤其是 個別的個股 對這樣子 那 你當然可以把他看作他就是有支撐 對那就是自己的一個 想法 OK 那看一下 那化漢的部分 我後來啦 我後來把他畫下來 那 原因呢 稍微跟大家做一下解釋 我要來看一下吧 那 原因啦 我們這邊畫的點是因為 這個 箭頭指的這個地方 他是來滿足 下降趨勢線 那 滿足下降趨勢線這件事情的 對應過去 的高點嘛 對應過去呢 之前是說 壓力是抓這裡 抓這裡 然後這一根還在這邊給我指紋 然後後面才跌下去 那但是呢 後來才覺得說 他是滿足嘛 那所謂的滿足 就是說 趨勢線的部分 他這個地方不看 那這個地方變成說他是一個 假突破 所以我真正 真正的支撐應該是 應該是要在這裡啦 我們把他框起來 真正應該是在這裡 這樣子 OK 所以說他今天插下去再拉回來的這個位置呢 我認為啦 這裡到這裡 才是他真正會去走 走的一個 區間 個人想法 個人想法 那目前的話 就是250是支撐 所以 做一個 蠻大的一個更改 之前是比較簡單一點是直接抓這個高點 然後 這根剛好指紋 但後來看一看覺得說 應該是抓這裡啦 或者是說啦 我也沒畫錯 只不過 主力們 想要守的位置 是這裡 250的位置 OK 那我們去看他去 好那 騎鴻吧 那騎鴻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好說 反正就是 呃 之前上面這個盤頭 盤整 然後這根打下來之後又戳回去嘛 那之後呢 呃在昨天是有殺下來大概3.79 他今天又漲回去 所以說 這個沒什麼好問的啦 反正呢 呃你如果說認為他 還撐得住 喔他 還有辦法 繼續往上走的話 喔那你就去考慮 那可能壓力就是這個高點這個地方吧 啊那 停損的話就直觀一點嘛 那個差真的差給你看了嘛 那就直接鎖住他的低點 這樣子吧 對目前的想法是 比較簡單 Easy一點 反正一定都有機會做停損嘛 那要到底要不要 進場這件事情就是 教給大家自己做 判斷 所以有些人搞不好 搞不好這個主力他是看這個地方壓下來 他覺得說他不能過 對 但我自己個人會 認為是 我會比較偏看平行線的部分 然後大於這個下降局線 因為他是一個頭部啦 如果說像剛剛看的 第一檔那個 這個 漢雷的話 我會很遵照的 趨勢線 因為他是一個長波段 非常長波段 所以我會很遵照這個趨勢線 這樣往下走 這是他趨勢 那還有這個 滑星的部分 我們去往下看 然後看一下這個星之星 那星之星我記得這一天有人問過 然後今天有問 到底是 多想 建倉是不是 那這天問的時候我就說 之前的支撐就說 是在這裡嘛 然後呢 我說如果說你尾盤建倉的話 其實那個位子 不太合理 因為 我們支撐那時候是 劃在大概170左右吧 170 那如果你建倉的話其實是往上拉到了 這個大概是 他最後收盤說177嘛 所以說這個趨勢不合理嘛 我說 你也不可能直接抓 他最低點 就是169.5 跌破 然後做出場 這個我覺得比較 不太好 這個比較偏短 然後我覺得說 守住這個停損 要守大一點 會比較好 就是 守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理論上都要守 支撐往下抓3到5% 會比較合理 當然還是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點 那 看起來啦 就是守住啦 這是守住啦 這也沒什麼特別 你看完 禮拜一的影片 那你在自己看的話 其實 其實就是守住 那會不會跌破 有可能 所以說 每一檔我都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去 賭的 不是不能說賭啦 我們去做的就是 能不能夠往上拉 那我慢慢賣 那最後得到的報酬 是一個比較大的獲利 那我的停損呢 我也設定好 我就是 控制在我能夠接受的停損 就這樣子 那下一個部位也是自己能夠控制 是最好的 OK那看一下這個麥達特吧 崩啦 全部都崩掉啦 這個 資訊真的是還蠻難做的 我們看這邊的結構吧 這個不知道是 你是對他有興趣是不是 還是說之前沒有做停損 因為 我在之前這邊的時候 這根有做停損嘛 然後後面呢 到 忘記大腦邊做出場 應該是在這一塊的時候就做出場 那我不曉得你 是對待這個有興趣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 目前結構基本上是爛中之爛啊 因為 如果說我們看結構是看 這裡是圍一層的話 那今天是直接很阿沙利的 我們就講嘛 跳空 那他都有存在他的意義嘛 跳空摸到壓力 跳空跳過支撐 那都是 有他的意義嘛 那他在跳空下去這個支撐之下 然後直接 中挫下去 所以說 現在呢他非常非常有機會打下來 當然他也有可能在這邊做破底翻啦 所以 你就等在這邊破底翻 或者他掉下來到這裡 他掉下來到這裡呢 你會認為說 假設你認為他能夠卡住 然後 這邊也是盤整到一個月 才往上走 那他會陷入一個 走的 趨勢會比較慢的一檔 那除非你真的很愛他啦 你聽到這三個字 麥達特 你覺得他是一個美女 或是一個帥哥 我是特別喜歡這個麥達特 然後這個 這間公司之類的 那再這樣做 再做一些左側的一個交易 不然的話我覺得 資金小的人呢 還是做一些右側 就是慢慢做觀察嘛 等在這邊做一個破底翻 拉上去 再說 或者等他疊下來做插針 或是破底翻 再做這種 很 很右下角的這種 很右下角的這個位置 那其實有一點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譬如我們之前的那個 我有做劍艙的這個 滑斧嘛 滑斧那時候也是打了 也是當大結構啊 那我是在哪邊做進場 我是在 這一根啊 插下來 然後 並且還有爆大量 這是一個成功案例啦 跟大家講 拉回來 就慢慢的慢慢的往上走一波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就可以 我覺得是等待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再說 好像是講完了是不是 OK那七檔到這邊 那一樣我就是 也沒有說這個 只有講七檔就很水 我們還是有認真跟大家做一下 我自己非常 偏個人觀點的分析啦 OK那就這樣吧 那 這部影片喔 我剛剛上的影片 忘記祝大家連假快樂 那邊祝大家連假快樂 就還是要提醒就是 出門 還是要小心 這樣子 好這樣子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謝謝你 謝謝你 吃我